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上个视频我们说到小松他们取得了华田可乐 也顺利解决了大嘴巴 哲布拉就把华田可乐列入全套菜单叫小松做他搭档 那么就开始这集的视频吧 小松说没看到哲布拉的全套菜单 所以无法判定要不要做他的搭档 哲布拉只能收集全套菜单才找小松 他们收集完可乐准备去小松酒店开宴会 哲布拉则带走大嘴巴 然而在美食金字塔里面还有第二个大嘴巴逃出来了 一个月后回到小松的酒店这里 哲布拉与阿鲁也来到了 两个人的食量简直是无底洞 酒店的食材马上清光了 哲布拉还想品尝下大嘴巴的肉 但是IGO副所长赶了过来 还带了两个人 他们的目的是要回收大嘴巴 长发的是防御局长 另一个是零号生态区的职员 零号生态区是在美食界的研究所 是易龙所长选定的人 梅克尔与再生师宇作都是零生态区的人 阿鲁说起自己在空中花园就看过大嘴巴了 他的名字叫尼克罗 而且不知道从哪里来 从几亿年前的化石就发现了 他们生命力顽强 在肝眠的状态可以沉睡几千年 吸取水分就会苏醒 我们还是叫回他大嘴巴吧 他们至山高 已经发现好几个他们留下的遗迹了 甚至会自己主食 所以才有小松那本书 他们还知道如何取得God 现在美食会的Boss珊瑚操控世界上的食材 将其作为优饵接近大嘴巴 所以美食会的GT机器人才那么像大嘴巴 美食会可能已经跟大嘴巴合作了 来到美食会这里 他们已经准备了一堆大型GT机器人 战争很快就会开始了 第二天 阿鲁带小松来到黑湖上的酒吧 里面的店长是GT机器人 因为要穿过危险的森林才能来到这里 来这里的客人有总统大成外呢 还有就是想做危险交易的人都会来这里谈谈 但阿鲁只是想吃汉堡 接下来是漆黑米和干燥饱食肉 小松把饱食肉放入美食调料器里 再加上盐、海苔、芝麻打碎撒在黑米上 一口下去整个米饭都有饱食肉的浓厚味道 阿鲁觉得最近的训练有点紧绷 所以来放松下 但身后有个人喝了酒 呼了口气 把阿鲁与小松都吓得紧张起来了 他们记得这恐惧的声音是驾驶黑色机器人的本人 阿鲁与他进入战斗状态 那男人还说阿鲁太慢进入临战状态了 差这0.5秒 阿鲁可能要死10次了 看着有所进步的两个人 就说到他们是好搭档 但他只是来吃东西就离开了 第二天他们将前往阿卡西亚的神社摩拜 要前往神社的道路是一个很长的楼梯 过后就会到神社入口 当然这里都是一整排的美食等着他们 但是要在这人多的广场摆档 必须是每个月抽签选出777个小店的 如果没有抽到的店 只能在外面人少的地方 阿鲁看到一间没抽中的店 是售卖美食素果实的店 阿鲁直接去把他的果实扫完 这可能也是店主的食运吧 要进入神社得先把手洗干净 阿鲁已经提早预约了一只德式羊 因为神社有8万方米那么大 走一圈要几个月啊 德式羊很快的把他们带到 供奉阿卡西亚全套菜单的神社 接着他们来到美食神社里 拥有最大最多美食树的地方 穿过这里就是美食神社本店了 屋顶挂着这黄金打造的巨大刀叉 里面供奉着阿卡西亚神像 阿鲁感觉整个空间充满了食运 来这拜拜的人都是想增加自己的食运 在这个美食时代 食运就是一切 阿鲁他们来到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 谁能够把刀拔出 就是本届的美食之男了 小松看看树的纹路 轻轻的就把刀拔出来了 很幸运的他就是本届的美食之男 获得一年的免费餐 另一个活动是从美食树的果实里 找出金色的种子 阿鲁刚刚就已经得到了 小松把自己免费券分享给在场的人 他们再回去刚刚买果实的店 竟然因为阿鲁的关系排挤长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收看拜拜